我們請那個喬委會副委員長 李副委員長 李副委員長好 那我想上一次我們在那個外交國防委員會 大概有針對喬委會的一些業務提出過一些質詢 那我想接著我就想繼續就一些更細節的部分 由今天我們來看這個相關的經費的配置方面 我想再進一步來 我相信不只是質詢 也可以讓很多的國人可以知道說 喬委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單位 我想第一個檢視喬委會的預算來看的話 其實可以算是分成行政、外交、教育跟經濟四個項目 差不多大概是四個這樣的大項 所以我可以請副委員長 大概稍微講一下跟教育相關的這個部分 經費的工作內容 減數就好 喬委會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有關於退展海外的喬教工作 分別包括在我們的社會教育的方面 還有在學校教育方面 還有在我們的教材的研發 還有一個部分重點的工作就是遠距的教學 好 所以以這個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例 裡面包括像圖書借閱、場地借用 歷代曹福民族武道服飾借用 社團服務、華文教育推廣、領務收建服務 語文、研習班等等等等 就這一類都是這個教育文化類的嘛 應該可以這樣說嘛 那我想在這邊就稍微這個補充 看到這個相關的報告也提到 其實現在我們這個教育 在裡面編的這些課本 其實很多是80年代、90年代到現在還在流通 因此也認為要趕快新編嘛 所以是有喬委會自己現在在新編 華語注音符號課本 菲律賓這個新編華語課本 還有自己錄製CD、朗讀CD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類的工作其實應該 交給教育部會比較恰當、比較專業 喬委會的教材主要是針對海外的喬校 在對於我們海外僑民的子弟的教育方面來用 我了解 但是正是因為到現在還有 我為什麼會提說 為什麼現在還有80年代、90年代的還在流通 我相信是因為喬委會的預算也不夠 你要真的去花時間去了解 然後你要跟著台灣的教育更新 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難 因為喬委會不是完全的教育的專家嘛 所以我才會說這一塊 看起來我覺得其實是很辛苦啦 要交給你們做還要自己錄CD耶 另外就是像尤其預算中心也有提到 在華文教師科、文史藝術科、實用華語科、農工科等等等等這些項目 餐飲科、家庭與兒童科 其實都跟海華文教基金會有高度的重疊 所以我只是要提到就是很多的工作 其實你們做的事情很重要 但是同時也有其他的部門在做 那也有其他部門可能比較專業在做 在這邊另外一個跟教育有關的是 是這個喬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那這一塊就是不是在協助我們外面的 而是在協助海外的這個僑胞回來念書嘛對不對 是 這個我自己有這個馬來西亞的這個 所謂的喬生的朋友啦 他們連看到要申請 喬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看到這樣的文字都覺得有點不太懂 就是他是要回馬來西亞就學 還是要出國來台灣就學 理論上應該是喬... 我是不知道怎麼樣字才對 但是只要是這樣字一定不對 喬生回國 馬來西亞的學生來台灣應該是出國 不是回國 但我不在這個字面上面爭論 我要講的是 其實教育部已經 或是說我們現在也已經有一個就學辦法 叫做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 那我覺得應該一併併在這個 相關的這個辦法裡面就好了 而不是讓 這個到底算不算喬生 那他回來 我們認為他回來是因為他比較會華語 對不對 所以他有一些不一樣的規範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認定上 目前呢我們所謂的境外生 包含有外籍生 就是教育部主管的這些 外籍生的輔導 還有喬生還有港澳生 這是我們境外生的一個 路生 那這些是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我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規範 其實他 而且大部分是以現在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喬生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等等 這些集中以馬來西亞為主 是 所以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鼓勵馬來西亞 優秀學生來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比照 外國學生來台的辦法 而不用先把它定位為喬生 然後再讓他一定要來 那我覺得這個是跌床駕入的過程 那我最後要再提一個就是像 我接著要提的這個是像 百分之十八是用在類似 外交預算的部分 例如說設置這個宏觀媒體 那 預算中心也指出嘛 宏觀媒體 我們光是衛星 每年花了四千萬 衛星天線 然後我們每年花一億 在這個電視台 結果 被我們定位為僑胞的人 有七成沒有在看 剩下三成有在看的人 平均看不到一分鐘 平均看不到一分鐘 這個我不是要怪你們 我認為設置一個 給我們海外的這些 不管是僑胞啦 或是台商啦 或是留學生看的電視台是重要的 但是 交給我們現在 預算這麼吃緊的僑委會 來做這件事 不如應該是交給外交部 或是新聞局 他們比較是專門的 這個業務的人來去做嘛 所以我沒有要去 這個 怪你們講說為什麼大家都不看 為什麼結果外國的 我們這些在僑胞都不看 那看的人也看不到一分鐘 這個問題不在你們 這個問題在 你們要做的事情太多 你們又要做教育部的事 要做外交部的事 要做新聞局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都是 然後再加上剛剛 這個審計議長也有提到嘛 這個我們設置了華僑會館 結果平均的住房率只有6% 這個 我們又要開飯店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現在是一個 我們整個這個機構想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錢很少 人也很少 那信保基金 這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結果信保基金 舉一個例子 越南513專案 我們整個信保基金 現在還虧4億多 這我就不談了 我們這一個專案 台商在越南這一次 那一次發生損害的加速 有414家 來跟我們申請信保基金的 這個越南513專案的只有5% 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經去找到 其他調度資金 或是其他的幫助 所以我們連要去做一個 經濟部該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也很難做好 因為我們人少錢少 所以我講到這邊 維持我上一次這樣子 跟大家這個在質詢過程裡面提到的 我其實認為 僑委會做的事情都非常重要 但是交給僑委會這樣子人少 錢少的狀況 導致不管教育方面 也很難做到盡善盡美 那外交方面也很難做到盡善盡美 經濟方面也很難做到盡善盡美 不管在哪一個部門相關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看到 預算中心給我們的報告都是都做不好 我們講白就是做不好 那因此 我想在這邊時代力量 不只是剛才那個 黃國昌委員提到這個 關於整併退府會的部分 我們最近也會提出相關的法案 就是要整併僑委會 那希望讓各位的這個 相關部門的人 在這個專業的這個部門裡面 整併到其他部門的時候 可以真正的發揮所長 那在這邊 我最後要做一個補充就是 海外的這些台灣的僑民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一直相信 我們這些部會相關的人員 到專業的部會裡面 做專業的事情以後 他可以服務僑民 一定會更周到 那另外就是 我們國內的國人也不用擔心 我們因為這樣子 我們沒辦法吸引海外優秀的這些學生 或是這個投資的人 等等的來台灣 我在這邊舉個例 就是 例如說像這個 聯合國報告指出 世界最適合居住的國家 挪威、澳洲、瑞士、丹麥、荷蘭 經濟學生公佈的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墨爾本 維也納 溫哥華 多仁多 Calgary 這些地方其實他們都不是靠著 把全世界都把它叫成他的僑胞 然後來去服務他們以後 吸引他們來念書 或是吸引他們來投資 那麼多人去新加坡 那麼多人去加拿大 他們有什麼投資移民啊等等 這個交給外交部跟經濟部去處理就好了 所以我們 如果按照 我現在要講最後就是 如果按照我們的邏輯會通 那就會發生 魁北克要把整個法國稱為他們的僑胞 才能夠爭取法國人去魁北克投資 那這個奧地利要把整個德國稱為他的僑胞 才能夠爭取德國人去那邊投資 英國人要把美國人都稱為僑胞 他才能夠爭取美國人去投資 等等等等 這樣子的例子會舉不完 我相信 我們不希望疊床嫁屋 也希望僑委會的這些業務 可以進展發展的這個在未來更順暢 也希望我們的僑民 真的可以得到相關的這個幫助 那讓專業回歸專業 所以我們會提出相關的修法 希望把各位整併到其他更專業的這個部門裡面 謝謝 謝謝委員 請吳秉睿委員質詢